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6号 昨天我们说上传零轴 上传零轴跟序列是一样的 阳线效果更好 那么今天是属于阴线 跌幅不大 但是上传零轴 请看 文档的第一张图 大家看这张图 参数747和7 因为一浪起点到四浪的 三浪的终点是83个线 这个747和7怎么来的 就是83除以60 60叫做基本正当因子 我们也可以管它叫做基本参数 所以最开始 传零操作法里 讲一致性获利法的参数是534和5 这个534和5 我们原来有深度讲过 深度讲过 它为什么会选择534 这两个数字呢 是出现在费波纳契数列上的 鹦鹉螺线上的对角关系 534和5 但是呢 它有一个局限性 就是它只能应对 当时啊 那本书上的主图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就是主图 这一部分是主图 主图内 从第一根线到最后一根线 144根线 要是四根 那么从浪行的角度 从浪行的角度 你看 比方说日线 现在是144根 但是同样的这段浪行 比方说一浪起点到 三浪的终点 你看120分钟线 就可能是288根线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你看日线是144根 但是你看120分钟线 就是288根 所以呢 288根线的 MCD的参数 如果也设成534和5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因此呢 实际上呢就是 我们得解决这个时间 跨度的问题 不同的周期 同样的浪行 它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比方说 我们这个120分钟 咱们设的是 7 47和7 那么到日线呢 可能就缩小一半 参数缩小一半 比方说把这个7改成4 47改成23 4 23和4 那今天可能也穿轴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调参数 能理解的答义 不同的周期 来解决时间跨度的问题 那它就解决了 你浪行判断到底是日线的 还是120分钟线的 还是90分钟线 这不重要了 这不重要了 重要的就是 当你调完参数之后 你会发现这几个周期 都在这一天穿轴 都在这个 或者不能说精确 都在这一天穿轴 都在这个周期左右穿轴 那我们就能够去定义 四浪的高点 不管它是什么周期 你换什么周期都选 你比方说现在120分钟 你换成90分钟 那么你这个参数仍然要调 调完之后仍然是在这里穿 所以一致性获利法 是研究四浪的最好的量化方法 咱们前面有个古海李敖 对不对 说什么四浪穿轴没用 是吧 那我告诉你 这个四浪穿轴 它背后有多么深的哲学基础 数学基础 好吧 所以不同的周期 它用同样的方式 都能解决穿轴的问题 但是它并不是说 穿轴它就一定不涨 它没有说这个意思 它仍然是 在股市里做分析的原因 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就是一个概率问题 上一次120分钟 像我们定义四浪的时候 它是差一个周期穿轴 它没出完就下去了 走了五 对吧 但你不能说这个方法 它不效呀 你比方说你如果没有这个方法 那四浪到底涨到哪 你知道吗 但你像上次那120分钟 虽然说差一个周期 那它毕竟 毕竟它也是反弹了好多周期的 对吧 好多周期 那它差一个周期 到穿轴 你至少它有一个尺子的作用 尺子的作用 你看这一波 这一波刚反弹两天的时候 第二第三天就出现回落了 当时我就说了几个字 我说远着了 我说这行情远着了 那不就是距离穿轴比较远吗 我当时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 在这个位置 你说它距离穿轴 还有这么大段距离的 那不就是远着了吗 但是今天已经穿轴了 我们说它至少它能到末期了 快结束了 对吧 没说一穿它就必须得结束 不结束就不行 今天它又是阴线 今天又是阴线 至少起到尺子的作用 这个方法对于日线的四浪的定义 是很重要的方法 很重要的方法 上次我们说这个方法 那个谷海聊 说这个方法什么没用 当时给我气笑了是吧 你懂个屁 你懂个屁 然后呢 但是今天要说的重点不在这 今天说的重点不在这 今天中午啊 应该是六十分钟 领部结构再次形成 然后呢 我说是不操作的 六十分钟领部结构形成 如果在今天下午收盘 可以操作 如果在明天中午可以操作 明天上午的十点三十分 可以操作 但是在今天上午的十点 十一点三十分 今天中午收盘的时候 是不能操作的 因为在中午的时候 不判断 今天一定会穿轴 因为判断穿轴是要 今天收盘 下午收盘 中午收盘是不能以判断的 所以呢 它只不过是一个六十分钟的 顶部结构 我们最开始呢 说六十分钟的 顶部结构的出现 我们是要尊重它 它是符合规则的 但是这个尊重 我们前面已经完成了 比方说 我们说顶部结构减仓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减了 二次出现 二次结构 我们不能再减一遍啊 三次结构再减一遍啊 四次结构 你还得做空呢 能理解吗 它是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呢 就是当顶部结构形成的时候 我们减仓 就完成了对于顶部结构的尊重 但这个结构 它又再次向上 然后再次形成结构 它也属于同一个逻辑啊 同一个逻辑 我们说顺应的仓位 可能会选择穿轴之后 找一个高点进行减仓 这是对于四浪穿轴的思考 但是穿轴是不符合规则的 所以呢 穿轴的时候 我们还得找高点 对吧 还得找高点 所以穿轴再减 和结构减 它是不同的逻辑 这就是我今天中午所写的 这个博文的重要性 它的关键点 因为11点30分的时候 就有好多学员就开始 就开始蒙了 这个地方要不要再减仓 这个地方减不减仓 等等等等 对吧 我不仅说 我还给你写出来 平时的中午的午前呢 我都下午1点左右再写 今天呢 就写的比较早 就是你 你既然对这个地方 有拿不定的 迟疑的时候 那我就给你写的清清楚 说明明白白 那中午写的不明白吗 那下午你再不明白 我这个语音课 现在我就再跟你讲一遍 它俩是不同的逻辑 第一部分的仓位上结构解 第二部分的仓位上穿轴解 穿轴你还得找高点 如果没有高点的话 这个地方也不好处理 但是我们不会在第一个 结构的地方反复解 所以呢 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原因啊 不同的原因 四个字 不同逻辑 好吧 这我就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今天穿轴 但是呢 阴线效果不算太好 阴线啊 那么现在目前 先有 先看下一张图 看下一张图 120分钟线的序列高八 这个高八的墙上没有 123456789 1234567啊 没有 没办法 那么如果明天上午是阳线的话 它就会出现9 明天上午是阳线 出现123456789的时候 在明天中午 11点30分左右进行减仓 只减一层仓 这次我们就保守一臂 如果没有 我们就不减了 反正已经减了两层仓了 如果没有高点 我们暂时就不减了 就持有四层仓了 这个结论够清晰 直接简单不 不减还有一个原因啊 是因为我认为空间够了 那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呢 它有可能先向下 然后再穿轴 再向上再穿轴 看两次 大家看这个日线啊 再回过来看这个日线 这种话里的乱七八糟 再穿一遍啊 穿一张图 好 看这张图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向下下 向下下 破零轴 然后再向穿 穿零轴 这还有一个高点 能理解吗 如果空间够了 时间不够的话 它有可能住双头 住双头 住双头 那假如说明天上午是阳线的 上升的呢 那明天中午的11点30分就减 就减 那么好 那如果明天上午是上升的 那距离长期趋势就比较近了 对吧 距离长期趋势就比较近了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说突破长期趋势 我们是不是要再加仓 那要看什么时候的突破 如果近期突破的话 大概率是不假的 近期啊 因为它是属于从乖利率很远的地方 连续上涨并且突破趋势 这个时候呢 突破趋势之后的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但是也会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我将来再说 会有纠错标准 但是我将来再说 好吧 所以如果突破长期趋势 那么趋势为往 是要加的 在什么时候加 我们将来再给大家找了一个点啊 找了一个点 所以明天上午如果是 一把二分钟出现序列高久 一把二分钟出现序列高久 并且写死 大概率我们是要再减一层趟 明天上午如果要是向下的 序列是没有高点的 我们就不减了 我们就不减了 好吧 这个突破趋势不一样啊 突破趋势不一样 近期突破趋势呢 因为它毕竟还面临着穿轴 穿轴你说上次一把二分钟 它提前一个周期 那这次一把二分钟 就有可能之后一个周期啊 再加上深程指 上证五零 护身三百都没穿轴呢 那他们穿的时候 如果见高点的上证指数 很有可能被带下去啊 所以它差一个周期 差两个周期 这都很正常 大家能理解不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细腻一点啊 你们要实在不好处理的话 你干脆就等我结论就完了 我给你的结论 上来都是简单直接 粗暴的 对不对 你像今天我给大家的结论 是不是简单直接粗暴啊 那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直接等我结论就完了 那天上午突破趋势 一把二分钟又有高九 这种情况下不减 这种情况下不减 如果在趋势之上形成了高九 不减 你看我们说高九 为什么可以减 在趋势线之下的高九 是不是叫做刺激逆向波的高九 你们能理解吗 什么是刺激逆向波 下降趋势的高九 在趋势之下的高九 那就是刺激逆向波了 那个就可以操作 如果高九跑到趋势之上去了 那对不起了 主级正向波了 但目前来看 假如说上升指数出现 趋势之上的高九 但是你看上升502或其他的指数 还在趋势之下先成高九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复杂和麻烦 就是多指数之间的协调性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 也不是大大的问题 原因就是咱们已经减了两层糖 这个就是最大的好处 咱们已经减了两层糖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好处 好吧 你说这个地方它不出现高点 它四浪就回落了 正常 我说这四浪的高点 反弹的高点不好找高点 原因就在这 没有确定性 找不到高点 但是呢 这个我们已经减了两层糖 就很好了 很好了 好吧 再减就减一层吧 这也不重要 但是如果再减一层的话 我们就是如果啊 你看我们两层是底层 底层是吧 两层是底层 但目前来讲呢 就是呃 剩下的四层糖 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了 还剩两层糖 如果再减就等于减了四分之三了 如果假如说我们能够 在高点减去四分之三的活动性的糖 会减到四分之三的时候 将来我们会更激进 更激进 更激进的意思就是 我甚至不用等五浪到相对低点 五浪调一点点 我可能就把那两层糖加进去 就再加一层糖进去 就把四层底层给完成 比方说啊 就低到这 低到这个位置 就稍微回调一点点 我就直接就把那一层 四层的比方给布局掉 这就是基金的好处 但假如说这里 这里不形成高点的话 那么将来可能就得等 那个低点相对重要一点 而不会更加的激进 更加的激进的就是 我不用找什么重要的低点 但只要回落了 是吧 我们就可以进行布局了 所以明天上午还是很关键的 明天上午 明天上午如果上涨了 序列高酒 一把二分钟写死 那我们还会继续进行检藏 继续进行检藏 老师要乱来 咋说呢 这可不是乱来是吧 咱们之前那两层糖 买的位置咱就不说了 但是它的成本比买的位置还低 因为我说这两层糖 是4月27号买 赚了600个点 那也代表从我们的买入点 再往下跌600个点 才到我们的成本位 可是我们设了400个点作为止损 所以那两层糖 你就把它忘了吧 那两层糖的成本很低 这里如果再加的话 大家想想啊 我们在底部买了四层糖 在顶部卖掉两层糖 如果它回落到底部 说明有两层糖的成本 也在于 比方说这一波 涨了300个点 底部买入 顶部卖出两层糖 它又回到底部 如果这两层糖 它的成本相当于向下的300个点 300个点 能理解吗 所以这四层糖 那这四层的底藏 都低于最低价了 就一点也不用担心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它如果走五的话 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 这四层糖就不进去了 反正底部买上高点卖嘛 但是呢 就这种操作呢 我个人建议呢 就是在两个月内 需要把它放掉 你不能总想着 高抛低息高抛低息啊 这是不对的 我们不底藏进去 就代表了 我们只低息不高抛了 希望那个底藏能持有个几年 不动 千年网络万年归 但它一动不动 几年都不动 那是最好 否则的话 你一旦习惯了波段操作 你总想着波段操作 但是我们根本不是 最高之一 不在于波段操作 我们就是在于布局 就想办法把这个地方 底藏四层糖布进去 好吧 顶部也不动吗 这四层糖是要做大周期的 一旦步进去之后 未来的几年是不动的 两年半 是不动的 你就把它忘了 你就当这没有过 你就四层 剩下的仓位 你就来回座了 好不好 你就当它没有过 不动合约到期了 那就换下一个 对 不动就是 你如果要是做那个 熟日期货的话 就换远期 换远期 换四次不就是两年 对吧 换四次 但每次都做最远期 最远期 你要是持有ETF 或者是个股的话 你就持股不动 也不用 就不动 对吧 五连什么时候传说 估计两三天吧 换回约是不叫做事 不需要 不需要 等换就行 就你这边卖那边买就行 完全不需要做事 根本就不需要做事 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这个地方呢 我之所以说 如果明天没有120分钟高久 我们是无法确定高点的 所以呢 就暂时就不捡了 因为我们已经捡了两层舱 这个就进可攻退克手了 第二层的意思呢 就是 穿轴它有可能是两次穿轴 这一次没有高久 那不代表下一次穿轴没有 我判断的可能穿轴 会有两次穿轴啊 因为现在的空间 我认为是到了啊 空间是够了的 那时间不够呀 时间 今天到现在是 第几天啊 第十三天吧 我看第几天啊 还不到十三天 第十二天 今天第十二天 明天第十三天 当然我们一开始判断的 也是十二天啊 十二天 呃 但是一浪和三 一浪二浪三浪呢 分别是26 27和30 那十三的就是只有一半嘛 对吧 只有一半嘛 只有一半的原因 就是这波第一波快了 对吧 第一波速度过快 原因在这啊 还有什么问题吗 穿轴了还四A 如果四的话 今天已经穿轴了 就代表什么 从四浪的量化的角度来讲 它已经结束了呀 那你不能再判断这四A 对吧 然后四B 然后四C 四浪的ABC 不能这么判断了 再一个呢 就是 好 我在这图上 我再画一下 大家看这张图 好 看这张图啊 日前的四 回落 然后再上 再上的高点 有可能补创新高 补创这个 今天的这个新高 但是它同样消耗的时间 可能比今天的这个高点 略低 但是它消耗的时间是够的 那这种情况下 也可能是穿轴了 下面也可能穿轴了 就是它不是ABC C必须大于A 但这里呢 可能不是ABC 只不过就是消耗时间而已 能理解吧 就一个上车船 其他的都没穿 都没穿 鞋造型不好 对啊 我昨天就说了呀 如果鞋造型好 我们可能今天下午收盘 不就做了吗 但是我们昨天说 因为上车指数 神城值啊 上车五粮 忽身三百 他们只有上车指数 穿轴 所以我们选择在明天 而不是在今天 这昨天说的非常清楚 你才看到啊你啊 你是不是还以为 发现行大路了呢你 诺亚方舟 那你看到一艘小船 然后突然以为 这是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 还有什么问题吗 五浪会破二二八六三点吗 不重要 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 它破不破 你像你像这一波 我们要非得等破二八六三点 再买 这波你不就买不着了吗 对吧 重要吗 这一波如果我们非得等 破二八六三点 创今年的历史新低上的日数 再买入 这波你不就买不着了吗 你觉得它重要吗 到时候能给一个 它能跌穿就跌穿 不跌穿 我根本就不会说 必须得等到破二八六三点 才去买 不会 对我刚才说了 更激进的是 只要跌我就买 就更激进了 接到趋势线之下 短期趋势线之下 就有可能就买入了 然后当然也会找到一些 小的细节的地点 比方说序列的地点或什么的 最主要就是布局四伤仓 所以它是不是跌穿二八六三点 是不是创新低 是不是必须的判定为五才买 这根本不重要 如果你非得这样做的话 我说你这一波操作 你就做不进区域了 那你这一波操作做不进去了 你怎么能确保你下一波的操作 能够做进去呢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跌不跌放二八六三点不重要 我们就走一步 看一步 看一步 再走一步 根据当时 未来当时的最新的情况 得出最新的结论就行了 那会是更加的准确 并且更加的贴合市场 好吧 上升五零的走势 是否和上升指数的走势类似 可不类似呀 上升五零可比上升指数弱多了呀 上升五零应该跟护身三买的走势类似 但是跟上升指数的走势 不类似啊 不类似 你看周线和看约线 你会看得很清楚 不一样 跌幅短期许实 那跌幅也不小啊 看好 多小时不小呀 这里 这里将来再说 将来再说 行吧 不多讲了 4点02分 我们对于明天的观点 已经给得非常清楚了 我今天就再说一点啊 明天上午 如果是上升的 并且在趋势限制下 那么 大概率会进行减仓 大概率会只减一成仓 如果明天上午下降的 一把二分钟序列消失 那就没有高点了 短期我们就不减了 因为前期我们减了两成仓 简单直接粗暴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